这些明星是从二次元里走出来的吗 五官精致的常见 但是像他们这种完美适配各种造型呢 还真不多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建模脸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 娱乐圈都有哪些明星 是货真价实的建模脸呢 言一宽 说起建模脸第一人 大家都会想起言一宽 作为天涯四美之一 言一宽的脸可以说是360度无私教 风神俊朗 建眉兴目 一直屹立于颜值巅峰 五官比他精致的 轮廓没他立体 轮廓比他立体的 五官没他精致 鼻梁坚挺 眉眼深邃 旋骨高 但是脸型方正 呈现出的视觉效果 就是棱角分明 混血的精致感 既可以是俊美贵公子 又可以是霸道总裁 江湖豪客 王孙贵重 他都能拿捏 邪魅狂涓这个词 简直被他发挥的淋漓尽致 古天乐 作为第一批古装男神 白骨时期的古天乐 那也堪称神言了 五官量感适中 比例协调 他的眼窝不深 但是眉骨立体 双眼皮很窄 配于内双 眼尾上挑 使眼睛看起来柔和又多情 极具东方美感 妥妥的玉面少侠 所以古装的白骨 也一直被网友称为 颜值巅峰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真是一见白骨雾终身 不见白骨终身雾 哪怕换上现代妆 也是阳光型男 东方帅哥 罗云熙 作为近几年新进的古装男神 罗云熙的帅 也是难以否认的 男生的面部轮廓讲究棱角和立体感 虽然他脸小 但是面部线条曲折有度 轮廓星星 他的鼻子也是又长又挺 而且刚好适配他的窄长脸 让整个人看起来更俊老 侧颜看起来更有建模感 不少生徒透出时 网友都直呼 好像BJD娃娃 配上古装扮相 简直分分钟打破次元壁呀 杨超越 超越妹妹的脸 简直称得上是女娲的选技之作 乍一看上去很连家女孩 但其实皮相美和骨相美兼背 因为头骨魂圆 卢顶高 夏合线圆滑 本身就像漫画少女一样 尤其是扎起高马尾 更显得整个人青春火力 脸小但是人中短 显幼态的同时 又保住了五官比例的协调 所以杨超越总是能完美 适配各种造型 校园装阳光甜妹 古装用魅惑撩人 淡装清纯 农装抚媚 甚至扮起精灵也毫不违和 张雨希 看这两张图 请问哪张是真人 我真是看了好几遍 最后翻的评论区才找到答案 张雨希这张脸 最大的特点就是高级的混血感 额头饱满 眼眸深邃 人中深长 整个面部立体度都很高 这些特征 让她整个人看上去 既清冷又英气 给人形式干净利落的感觉 这不就自带了重生爽闻中的 大女主气质吗 刘亦菲 和早期的白骨一样 刘亦菲也是非常典型的中式脸 骨装适配度百分之百 刘亦菲的下额脚不明显 还带点婴儿肥 但是脸上留白度非常好 这种留白的视觉效果 就是更多了一份 无法复制的婉约美 所以不仅古装扮相很闲 穿上民国服饰的她 也是名门归秀的形象 因为刘亦菲不但是颜值扛大 她的气质也是优雅从容 正好和她柔美大气的长相相得益彰 不能说是人见人爱 但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了 看了这么多娱乐圈的神言剑魔脸 哪一个是你心中的第一名呢 宝子们还有什么想看的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